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们再稍微讲一下 我们现在要说明的脉络 对于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主题 你会比较清楚 那基本上我们当然整个的消息论是 Shannon有三个定律 Shannon的Source Coding Ear 那有Channel Coding Theory 这个我们大致上都介绍 第三个定律是Ray Distortion 这个我们还没有介绍 另外一个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ory 这个我们介绍 Channel Coding和Source Coding我们介绍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介绍Ray Distortion Theory 那我们做一些准备工作 Ray Distortion讲的是说 我们要把一个Source 经过一个Channel 然后传到接收端 你可能会有个Source Estimate 我们的概念上是说 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做Source Coding 会把它做资料压缩 那压缩的极限是什么 是Entropy 那如果我们只看Channel的传输 传输的量最大是多少 Channel Capacity 这是第一定律跟第二定律 或Source Coding Theory 跟Channel Coding Theory 所要说明的 那Information呢就是直接看 我们中间到底怎么处理 我们不要去定义它 我们要把这个Source传过这个Channel 是不是传得过去 我们问的是这个问题 那就是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orem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说 当然Entropy Rate一定要小于Capacity 那但是要有一个单位 也许我们每M个送一次 那是每N个传一次 Channel是N次的传输 Source是每M个处理一次的话 那基本上M乘以Entropy 要小于N乘以C 才能够送得过去 那过去比较没有这样的观念 Shannon就建立这样的一个 完整的定理 因为如果它比它大 基本上你就是送不过去 那这个是我们讲完的定理 可是下一个问题是 我们发现我们的Source 大部分都是Continuous 这是现在这个 要讲的主题的主要内容 Continuous Source 那我们后来发现 Continuous Source的资料量 如果要没有任何资料损失 都是无限大 这个是叫Differential Entropy 要讲的概念 Continuous Source 它的Entropy都是无限大 那怎么证明这件事情 我们上一次有讲一个脉络 我们有一个Source X1 X2 X3 那它是Discrete in Time 但它的数值呢 是连续的Continuous Source 所以每个Xi 是属于譬如说负无限大 到正无限大之间 那就是Continuous Source 我们知道Entropy的概念就是 我把任何一个Source 经过一个Function Mapping之后 它的Entropy 一定小于等于原来的Source 你经过处理你的Source的Entropy 只会降低 不会增加 那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Function 当作Quantization 我们Continuous Source 经过Quantization 我们之前有介绍了 它的Entropy一定会降 而不会增加 那这个时候我们做 Uniform Quantization 那这时候如果 Uniform Quantization 的Step Size是2的-N 我们称之为 它的Accuracy 是N-bit Accuracy 这是名词上 N-bit Accuracy 的Quantization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它的Entropy 事实上是跟N乘正比 再加上一个Differential Entropy 这是重要的 是概念 Differential Entropy 概念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我们发现 把任何一个Continuous Source 经过Uniform Quantization之后 它所需要的Entropy 因为框台之后 它的Entropy 事实上就可以变 类似Finite 我们做N-bit Accuracy 的Quantization的时候 它大概是N 加上一点点的微调的量 可是事实上 N会居住无限大 因为当我们把Step Size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的时候 这个量会趋近于无限大 那因为它的Entropy 一定小于原来Source Entropy 所以我们就证明了 所有的Continuous Source 它的Entropy Rate 都是无限大 那无限大的话 我们回到这个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ory 所以这个一个脉络下来 你就知道说 因为这是无限大 你不可能送得过去 这个是无限大 你要小于Capacity 那一般传送管道的Capacity 都是Finite 基本上你大概没有一个工程的方法 可以送得过去 所以就会衍生 我们要讲Rate Ditorsion Theorem 这是今天要讲的主题 所谓Rate Ditorsion Theorem 就是说那既然送不过去 那我就一定要损失 Lossy 我一定要有Loss 所以叫Lossy的Data Compression 就是说我现在Source是连续的 所以譬如说我们现在的影像 可能原来是Continuous 我们经过256个位阶的Quantization 就变成Finite Entropy 那Finite Entropy这时候 就有机会送慢一点都没有关系 今天送明天到都没有关系 它有可能条M跟N 使得它送得过去 那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整个的主题 Quantization完之后 它跟N加上一个小小的量 非常有关 那我们就定义它为这个差异量 所以Differential Entropy的物理意义 或操作上的意义 没有办法像之前的Source Coding Channel Coding 跟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orem一样 那么一样的明确有等号的定理 所以我们事实上没有明确的定理 但是我们有概念上的一个逼竟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它是我们Quantize完之后的 Continuous Source 跟你原来要做Uniform Quantization的 精确度N的一个误差量 这差距量我们叫Differential Entropy 也有人把它称之为Continuous Entropy等等 它有不同的名词 不过基本上最常用的是Differential Entropy 那我们现在讨论Differential Entropy 所以你在想这个量 这个数学的量的物理意义的时候 基本上它代表Quantization完之后 它到底还会跟N误差多少 那基本上如果Differential越大 那表示这个资讯它越不容易被Quantization 来完整地代表它 好我们举一个例子 两个Source 一个Differential Entropy 比如说是8 它是一个常数 基本上任何一个Source Differential 最后变成一个常数 另外一个Source Differential Entropy 事实上是-2 好我们知道它会负的 所以我们特别举一个负的例子 算出来因为它只跟它的Differential有关 它是一个数学的量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N取10 2的-10 所以一个Quantization完之后 它需要18个bit 才能够完整地代表它 所以这边就是Entropy Rate会变18 但是我还是有损失 因为Quantization完之后 是没办法恢复的 如果是-2的话 就是10-2就是8 我只需要8个bit 好就是说有的Source Quantization完是非常难去做传输的 即便是我已经Quantization了 所以这边就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要算最难压缩的 概念上最难操作的一个Source 就是高斯 所以高斯为什么它非常重要 因为它非常的丰富 我们叫做它是一个Rich 所以这样你就知道 数学上已经给你贴定一个概念 高斯为什么是一个非常丰富的Source 因为它内涵的Information量最多 你知道Information量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它有最大的Differential Entropy 它是所有相同的能量的Source当中 它有最大的Differential Entropy 这是我们接下来证明的 首先我们先来计算高斯的Differential Entropy 我们知道这个量是纯数学的定义量 它基本上的定义我们用小写来代表 一般用小写代表 如果它是高斯的话 它积分它的Density 乘向Log1除以它的Density的积分 那这个一般有取Log2代表是Bit 这是定义的 所以你只要给我CDF 它跟PDF 我就可以帮你计算它的Differential Entropy 所以其实数学非常简单 所以重要的是你要抓到的观念 因为有些老师 我以前在美国学的时候 他很着重数学的部分 当然数学部分是很重要 可是你要抓到整个脉络的观念在哪里 抓到的观念你比较容易去理解 现在为什么要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有它的PDF 有了PDF带进公式 所以纯数学的量带进公式去玩数学 所以很简单 Differential Entropy就是把它的PDF 乘上它的Fx的导数取Log 这里我们取的是NatureLog 为了方便跟 因为将来这是一个操作的量 我们还要跟N是Bit 这里将来是Bit 因为我们这个精确就不是取自然对数 我们N是取2为底的 所以我们也取Bit 所以如果你要加NBitAccuracy 跟N跟它相加的话 你单位要一样 所以我们后来取的是Log2为底 为了要跟同样的量去做比拟 所以这边会有Log2为底 当然你知道这个概念 因为单位的关系 我们取Log2为底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第一项是常数嘛 所以取Log2相乘变相加 前面乘的量变相加的量 开根号会2分之1会拉出来 因为是根号2πSigma平方 那分母呢 基本上它是指数跟Log 就是对销 所以只要加一个常数Log2 1 然后把分母 把那个指数部分拉下来 因为是导数所以负的变正的 基本上的概念 你就看到公式带公式而已 数学上并没有太多的特别的地方 但是现在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这一步其实是非常重要 第二步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将来的证明用第二步 什么证明呢 要证明所有的Continuous Stores当中 高斯最难对付 如果我们杂讯是高斯 其实是最难对付的 我们最怕的是高斯杂讯 为什么 因为这个杂讯最丰富 最难对付的敌人 就是说如果敌人的策略很多 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去猜到 他会怎么样来干扰你 那如果这个杂讯很单纯 那基本上就很好对付 因为他可能只有一个干扰你的策略 所以我们要证明这件事情 那这时候你就发现了一件事 我们把它经由分配率带进去 第一项是常数 所以基本上常数乘上任何的PDF都是常数 几率的总积分是1 所以我这边如果带Fy y乘上这个常数 dy 答案还是一样 因为任何几率的总积分都是1 第一项跟Distribution无关 第二项呢 你是x-μ平方乘上它的几率 其实这个是它的second moment 也就是variance 因为减掉mean 所以基本上跟PDF的形式无关 只跟PDF的能量有关 所以这一项就是sigma平方 一消掉就是一个常数 我们就算出来了 那我为什么说这一项重要 你会发现第二式的计算 其实跟任何的PDF的公式无关 我事实上是一个fy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乘上一个常数 加上一个second moment 当然有另外一个常数 我第二式如果你要观察到 这是数学的观察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观察 那就发现说第一项跟我的PDF无关 基本上就是PDF常数积分为1 第二项只跟这个PDF的second moment有关 完全没有任何PDF形式上的关系 所以这时候就发现第二项的计算 可以转换为任何的distribution 好那我们接下来会用这个性质 来证明高斯有最大最大的differential entropy 那所以我们把它寫在这里 高斯的differential entropy 基本上是跟variance有关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 differential entropy呢 基本上mean无关 跟mean无关 它的答案只跟sigma平方有关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回到原来的解释 这是一个高斯distribution 这是另外一个高斯distribution 当我要做quantization的时候 黄色的跟白色的 它的variance都一样 只是mean不一样 平移 那对我来讲压缩 quantize完之后的难易程度 是完全一样的 精确度是完全一样的 跟平移无关 所以这个也完全符合我们对它的认识 只是我们很难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 等号式的结论 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举一反三了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distribution 它的形式长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distribution 我这边没有平方 譬如说我是2分之x-mu 这个时候一旦我要算differential entropy的时候 它一取log 一取导数 事实上就是一次的moment 它只跟一次moment有关 你会发现differential entropy 如果我的任何一个pdf的形式 我们把它再擦掉 是一个1负的lambdax的样子 你就会发现它会只跟lambdax 取期望值有关 那这个性质很重要 因为我们将来会有很多衍生的习题 每一本书都有类似的习题 每个这种形式的source 都会在某个情况之下 是最丰富的 所以高斯是什么时候最丰富 如果固定能量 second moment或variance 因为子跟mean平移无关 就是说所有相同variance source底下 我们发现高斯最丰富 那如果说我这上面的形式是x-mu 这个事实上就是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那么所有first absolute moment 相同的source里面 这个distribution 会有最大的differential entropy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形式的 譬如说我现在把它换三次方 所有有相同的third moment third absolute moment的source里面 这个形式会有最大的differential entropy 那为什么我们专注高斯 为什么不专注其他的 因为我们在通讯上 因为我们知道消息论是来自于通讯 通讯专注的是能量 能量其实是variance 那有时候如果你专注的对象 譬如说光学 有人在算光学传输管道的capacity 那光学传输的能量 其实是first moment first absolute moment 所以那时候其实你会发现 光学里面 他们常常会使用的是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我会选择输入的时候 他们不会选择高悬 input 他们会选择exponential input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source最丰富 对光学所专注的能量来讲 它是first absolute moment 他们常常用的就是这样的distribution 所以我们将来会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适合性 所以你将来就可以举一反三 我们也会稍微提一下 我们接着要讲高维的differential entropy 高维的话基本上就是高维的 二维三维四维的pdf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乘上log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那以二维底代表单位是bit 然后取导数 导数放到前面就变负号 那这个就是定义 这是数学定义 这是我们观察之后 发现这个量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定义了它为differential entropy 它是一个差值 contentation之后精确度的差值 它会调整 它有正有负 它不保证一定是正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讨论二维的 譬如说h x y 就是有二维嘛 我有传输端 x 有接收端 y 都是continuous 通通都是entropy无限大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是它的 joint differential entropy 那因为它的物理意义又不是 当初三大公社所衍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子的量 如果我传输端是continuous 接收端也是continuous 我们这时候有joint 是x y的joint differential entropy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进一步说 在continuous channel传输 它们的共有的量 其实它是quantization的差值 那是不是这个就是传输的极限 在continuous channel底下是不是 将来会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稍微重新证明一次 针对continuous source 因为它不是大写的h 是小写的h 物理意义完全不同 那首先呢 因为我们要讨论这样的一圈 扣掉共有的 所以我们要讨论 conditional differential entropy 所以根据定义来讲 它就是我们要用conditional pdf 这是定义的 记得积分的话 它针对的是joint distribution 但是我的pdf取log的话 是用conditional的pdf 所以基本上就是conditional pdf的期望值 这个时候我们根据这个basian rule 背试法则基本上还都是对的 f x y等于f x 乘向f y given x 19世纪basian它们建立的 几率基本法则 所以不管是continuous source 还是discrete source 这个基本法则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全部都有chain rule chain rule是来自于 背试法则 所以基本上只要 背试法则对 chain rule都对 所以differential entropy 也可以分开计算 那当然你可以要口头上解释 现在要对 x 跟 y 做quantization 然后要调整 最后的精确度 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 对 x y 两个观察 但是因为它是continuous entropy是无限大 所以我只能做quantization 才能够传送 那quantization完之后 我有ambit accuracy 要做调整 是n加一点 还是减一点 这个调整量是h x y 是不是这样比较能够理解 那我可以分开来算 我先对 x 做quantization 那它有一个精确量的调整量 给我 x 之后 我对剩下的 y 也做quantization 那这都是一种资讯代表量 它是一个调整量 但是它是一个资讯代表量 因为differential 就代表它有一个差量 那这样是你对整个的名词 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这次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 第一个重要的量 界定了hypothic testing的错误率 我们叫Neumann-Pearson 还记得一个chern of fear chern of style fear 或lama 一般称之为lama 如果你还记得 或是你稍微再回去翻一下 或者如果你修detection estimation 应该也会说明 我们有type 2 error 有type 1 error 要让type 1 error 最多是ε 然后要让最小的βn 让它最小 这个我们称之为β star type 2 error type 2 error基本上 就是说我们有两个hypothesis 那一个是h0是对的 我猜h1 这是h1是对的 我猜h0 都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这个βn star epsilon 取log 取n分之1加负号 那取limit 如果我是ID的观察量的话 n是代表观察量的个数 它就是px head px head 的divergence 这个我们之前有证明过 其实观念都一样 一开始就有证明 回顾一下 那它给了divergence 一个操作的物理量的实际意义 因为这个是纯数学的量 这个是操作 这是操作 那这两个相等 就是chernoff stein 他们的一个贡献 基本上我们有讲过这个故事说 stein 其实并没有做任何事情 应该是chernoff 1952年的论文的一个贡献 我们的xy之前证明是discrete 在discrete的证明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 叫做divergence typical set 如果各位还记得 它同样有大数法则的性质 因为有大数法则的性质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结果 我们有很小的集合 还有可以算个数 所以它的个数很少 但它的占的机遇量很大 这都是大数法则的一个基本行为 利用这个行为 来做正向跟反向的证明 可是现在呢 是continuous source 你不能再计算了 你没有所谓的计算量 说我这边有一万个人 一万个这个观察值 那里面有我取一百个 它占的机遇量很大 因为xy是continuous 所以将来我们会看到 我们将来要算八点 这总体积 x1 x2 x3 每个都是从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 那所以譬如说 如果你看x1x2的话 它是一个二维的面积 你也没办法算个数 里面有几个xy的配合 没有个数 所以将来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这算的是面积 我有一块 它的总面积的量很小 可是它占很大的机率 所以将来会 三维的话会算体积 四维的话会算高维的体积 所以我们将来 typical set的定义会换了 它换的是一个体积的概念 就是我们这个空间 当然体积算起来是无限大 因为没有界限 可是我们会存在一个集合 它的体积很小 可是它的机遇量很大 同样的我们有重性值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跟continuous 我们把定义一个量就是 我用continuous的PDF 定义这个divergence 那它的确也有churn of theorem 所以这个时候churn of theorem 这个x跟x hat 它不见得要discrete了 它continuous也是可以 那我们并没有给证明 不过我们现在给说明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differential entropy明明就是一个 没有明确定义量 只是概念上它是quantization的 精确度的调整量 为什么它可以延伸到divergence 因为它是一个差值 还记得divergence有另外一个名词 叫什么 叫relative entropy 它也是entropy 它是相对entropy 所以它事实上relative代表是相对的 有两个量 基本上我们有一个fxlog fx 减掉fxlog fy 就是dfx对fy 它事实上是第一项取log 减掉第二项 因为相除在数学上代表相减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调整量 我们稍微讲一下概念上 为什么会是对的 因为我们就事后你一定要解释 它事实上dxy 在continuous的前提之下 它事实上是fxlog2 fx 减掉fxlog fy 它是相减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如果我现在把它quantization divergence divergence 经过processing之后 资料只会损失 那这个事实上是 错误率 当然越大 代表你错误率越小 因为它是exponent 我们希望它的鉴别度越高越好 经过处理之后 鉴别度只会变烂 所以我们经过quantization之后 我们有一个比较烂的鉴别度 不过基本上我们知道quantization完之后 它代表的discrete的一个量就是 如果我是用n bit的话 我要调整一个值 它是一个调整量 它原来是n bit 调整了这个量 那这边呢 它事实上也是n bit 调整了这个量 所以如果你回归到很精确的 比如说我用256个位阶 然后再来做divergence 那我一样可以来获得很精确的值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两个调整量 加上它原来的精确度的差值 这时候你会发现n跟n消掉了 所以这时候它们的误差值 divergence是讲的是相对的误差 那这个时候调整量那个n呢 刚好对消 所以它就等效于 我只要看那个调整量的差值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discrete在differential entropy 转换到continual的时候 公式可以完全一样 那物理1也完全一样 也可以直接证明它的等号 但是entropy的时候不行 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比较能够理解 我经过quantization完之后 的differential entropy 当quantization step side 趋近于0的时候 它会完全趋近于 原来continuous 刚刚所定义的数学量 我们是直观的定义数学的量 x跟y我们定义的数学量 quantization事实上 应该是这两个相减 可是n-n都消掉了 所以就是调整量的误差 调整量的差距 所以这时候它就可以逼近 可是对于entropy来讲它不行 因为它没有相减的动作 这时候你会发现channel theorem 可以完全的推展到continuous source 是这个原因 那你背后的道理你就能够懂 那数学当然有时候证明看不出来 它们会有另外一个证明 因为它的证明基本上 也是用divergent typical set 可是它的 就不能计算个数了 它是用volume 我们来看 mutual information 是不是也是对的 我们再回想一件事情 当初 shannon是怎么样定义出 或是想到了capacity 事实上就是最大的mutual information 因为它发现这是传输端 这是接收端 那它们共有的共识 事实上就是它们最能够沟通的数量 因为x从三大公社里面 就知道它的很明显的entropy 是唯一可以符合三大公社的 information量的量化表现 所以它基本上是用共有的 所以它基本上原来的出发点 事实上是h x 減掉h x given y 或是hy 減掉h y given x 它基本上是定义出来的 然后就发现它可以证明出来 这是对的 用大数法则来证明 所以就是说h x 減掉h x given y 那你就发现 它这是相减 那这时候我把大写的h 换成小写h对不对 好像是对的 好像在数学上跟操作上的意义 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h的话 如果我把x 经过contentation来传 因为我们现在在实际操作 还是会做contentation 我把x quantit成256位阶 我接收了之后 我可能用 现在一般来讲 IC可能做到6个bit quantation之后再来操作 我不可能用contentuous值来操作 所以quantation完之后 我还是会有n bit accuracy 做调整量的调整 那接收的时候 我要扣掉的话也是n bit的 accuracy 做调整 对不对 是不是有n-n 好所以你现在比较能够理解说 为什么 在discrete 转换到contentual的时候 mutual information也是对的 它也会趋近于这个量 是因为 这个刚好也是调整量的相减 根据定义 然后从discrete 转换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是定义嘛 我们就很直观的先定义 我们直接用PDF定义 那这个量有没有物理意义 如果没有物理意义的话 就变成一个数学游戏 就是数学家或纪律学家在玩 他们可以自己在一个想象的空间 想象的世界 比如投音几何学 一些公社就可以玩 可是如果它能够用来解释 工程上的操作 一定是要符合某些工程操作的特性 那它的用途 它的应用面就会很广了 所以我们定义完了之后 我们发现它是对的 因为我们底下有特别说明 经过quantation有m bit accuracy 跟m bit accuracy 就是传输端呢 我可能做六个bit quantation 接收端呢 可能我这个手机可能会非常好 我用八个bit做quantation 这时候我的精确度会不一样 可是不一样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看交集 你会发现根据定义 这个量加这个量 quantite完就可以算entropy 扣掉总量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们概念上特别这样解释 概念上就是 什么是differential entropy 就是quantation完之后 所需要的存取的资讯量 的调整量 n跟m再减掉 n加m就消掉了 所以它完全等效于 用entropy来定义的调整量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的确是对的 它的确是对的量 所以我们就可以衍生 就可以去尝试证明说 我原来的第二定律 就是shannon的channel coding theorem 在continuous channel也是对的 它也是输入跟输出 最大的mutual information 但是这时候mutual information的定义 就是continuous 用density来定义 它虽然它只是调整量的概念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证明说 当我精确度越调越精确 我quantation越来越精确的时候 它就是原来的量 当然我们在实际操作 一定会做quantation 基本上呢 这个是我们一个理论上 希望达到的最大的精确度 我希望这样解释 justify你的思维 那你也知道它背后的道理 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巧合 它事实上背后有个道理 有些量可以延伸 有些量不能延伸 那是为什么 这样子你理解了你背后的道理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data analytics的领域 或big data的领域 都要做资料分析 你也要抓资讯量 为什么这时候选这个量 为什么那个时候选这个量 那怎么调整 你的背后的道理 就比较能够了解 当你做比较全面性的了解 我们在这个lama 就是去把各个量的定义 或是性质 再做一个整理 我们用口头的操作性的说明 给各位加深印象 第一个divergence 如果我们是用continuous source divergence 来定义的时候 它也是非负的 因为事实上它等效于discrete 所以对discrete来讲 我们的差值 不会是负的 对continuous也是对的 所以它是quantization的调整量 那怎么时候等号成立呢 就是两个distribution完全一样 那mutual information 因为这个量也是对的 所以在continuous source以下 它也是非负的 因为它是我们的传输量 传输量不可能有负的 最小就是零 我们完全不能沟通 所以这个传输量最小就是零 那什么时候完全不能沟通 它等于零的时候 就是x跟y 输入跟输出是independent 这也对 基本上我们会用discrete的方法 来证明延伸到continuous 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 因为调整量也是对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回到entropy 我们就要发现entropy跟differential 是不同的东西 entropy是用三大公社定义出来的 你还记得Shanen三大公社 我们特别强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观念的突破 differential entropy不是三大公社出来的 它是一个quantization完之后的调整量 精确度的调整量 可是它也有所谓的 我们如果知道y之后 你只会降低它的differential entropy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释呢 也就是说 当我完全没有side information y的时候 我对它做quantization 事实上要费比较大的功夫 可是一旦你有额外的讯息y的时候 你对它做quantization 理论上来讲你应该有帮忙 所以你quantization 比较容易达到好一点精确度 因为我们知道differential entropy越小 代表你要调整越小 原来可能n等于10的时候 你右边比较大 所以可能是10加2 左边的话一定要比较小 因为它是10加1.5 譬如说 因为它是平均嘛 会有小数 为什么会比较小呢 因为我有额外的y 一定会帮助我去有更精确的表示量 这是这里解释 那数学上你可以去证明 它基本上证明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因为它是base rule 数学就是用纯粹base法则去证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因为base法则的关系 所以一定有chain rule 那也可以合理的解释 我们要做quantization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一个一个看 就是先quantize第一个量 然后在given第一个量quantize完之后 我已经知道了 我去quantization第二个量 然后我在given第一个跟第二个都知道之下 我去做quantization第三个量 然后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我原来的quantization量 那mutual information 因为它是discreet的延伸 它完全正确的discreet延伸 我们刚刚已经特别在观念上解释 为什么可以这样想 所以基本上它的chain rule也是对的 那data process lemma也是对的 离得越远 我越处理我的讯息量越少 因为它是对的量 它是对的一个解释量 所以这也是对的 independent bound也是对的 我如果hxy一定小于等于hx加hy 因为我如果要分开来 个别去quantization 然后没有考虑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的时候 我一定要花比较多的bit 所以worst case的时候事实上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就是hx 这两个其实完全相等 可是我不知道 我没有用independent bound也有 那什么时候成立呢 就是说x是independent 好那这时候到第七个性之前呢 都跟discreet完全一样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differentiated 特有的性质 因为它是不同的解释 所以它有个不同的性质 所以第一个就是translation invariant 什么叫translation 平移 你任何给我一个source 我在空间上做平移 不会影响到我 如果要对它做quantization的精确度的达成 了解吗 我们刚刚有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观念上也对 在uniform distribution底下 0到1V 跟1到1V 如果我现在电视出来 调整的电压是0到0.8V 那我中间可能要做quantization 让表示的时候 因为是intensity 强度到越亮还是越暗 那我要去框台层256个位阶来表示 那你说我现在把你加个offset 把你调到1V到1.8V 会比较容易吗 在quantization上不会嘛 就平移上 因为你的量还是那么大 invariant 所以一个differentiated entropy of x 如果你把x做一个平移 不会改变differentiated entropy 平移不会改变differentiated entropy 这个事实上是我们前面 其实有证明的性质 又不能讲说我们完全证明了 至少我们用高斯来说明这件事情 那很多soul其实是对的 这时候因为我们对于任何一个 given的常数的平移 都不会改变differentiated entropy 如果c是一个随机变数 是y 而我有giveny之下 你会发现hx加y giveny 事实上是等于hx giveny 就是y是已知 所以我已知平移的时候 不会影响differentiated entropy 这个非常重要性质 我们都是把重要性质拿出来讲 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要把它解释清楚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一个数学的量 我们定义完了之后 对它做讨论各种性质 first moment 微分它有什么性质 积分之后有什么性质 各种各样的数学性质来讨论 但是有些性质对操作是真正有用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特别留下来讲 不然基本上有些性质 它可能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观察 那我们说这性质为什么有用 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应用 我们的杂讯都是additive noise 这个性质之所以非常重要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现在应用上 碰到的杂讯都是相加杂讯 相加事实上是对x做平移 就是我送x嘛 然后会有一个杂讯量把我平移掉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 比如说hx加ngivenx 我收到y 对不对 这是我的y 对不对 我收到y 所以y事实上是等于x加x 因为都是相加杂讯 相加代表是数学上的平移 那如果我现在已经告诉你 我送的是什么x 所以这个量就会等于什么 hngivenx x如果我已经告诉你我送的是-1 或送的是-1 我每次都已经跟你讲 虽然我每次都是随机的 送-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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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告诉你了 所以这时候x已知 你这时候y量出来的different entropy 就是杂讯的different entropy 所以这个就会等于h y given x 这个量为什么重要 因为我们算x given y的时候 会等于hy减掉hy given x 这是定义 对不对 定义上延伸 那这一项呢 就是这一项 相等 相等完之后呢 下一步就重要了 hy减掉这会变成n 雜訊跟輸入是什麼 是獨立的 independent 很自然我們假設 雜訊跟我輸入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知道 independent的話 conditional differential entropy 就等於自己 就是前面說它是延伸性質 是對的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的共識在additive channel 底下 非常明確的第二項你不能改善 因為雜訊是你不能改變的 它就是我在y所看到的一個 contentization完的精確度的調整量 扣掉雜訊的 contentization這個雜訊的調整量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這個是常數 這是你不能改變的 這是量出來的 你不是用任何操作可以改變的 這是相減 而且它這邊扣掉 對不對 相減 所以這個量越大 表示你能傳輸的越少 所以我們不喜歡雜訊有很豐富的differential entropy 那哪個雜訊的differential比最大 我們已經先講還沒有證明 高斯 所以我們最不喜歡高斯 從通訊的角度來講 它就證實了一件事情 當你碰到高斯雜訊的時候 或光學上碰到 Laproxian雜訊的時候 你是不喜歡的 因為它會扣掉最大的量 那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雜訊有最大的differential entropy 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對付的是相加雜訊 所以這個性質之所以重要 是在這裡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將來先把它講好 各位同學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介紹這個性質 因為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性質 你都可以拿來討論 這個性質非常重要的一個巧合 就是我們剛好碰到的都是相加雜訊 高維的也對 在高維的時候 我們做評移也不會影響到 我們quantization 完精確度的調整量 同樣的如果是 如果giveny之後 你調整一個yn的調整量 也不會影響differential entropy 這是非常特別的性質 剛好也對上了我們的應用 那這時候我們下一個性質 我們知道有兩個 一個translation 英文各位可能要熟悉 translation代表是平移 那另外一個scaling 放大 scale 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scale up or scale down 我們先看概念 它數學上應該也是滿容易證明的 假定我現在我們電壓 它是在0V到0.8V 那我們要表示這個影像的每個點 是在0V到0.8V 表示它的量跟暗的程度 那這時候我們當然是要顯示的 事實上是discreet 你可能控制到discreet 所以我們要做quantization 所以0到0.8V 這做quantization的精確度 是delta等於2的-n 我現在把它scale up 我把它放大 變成0到1.6 請問quantization要達到同樣的精確度 比較難還是比較簡單 是不是比較難 因為我的範圍這麼大 如果我現在 我們用10好了 名詞叫n bit accuracy 但是當然你比較不好想 A-C-C-U-R-A-C-Y 如果你名詞上叫n digit accuracy 的話就是10進位 所以我這邊要10的-1次方 精確度要到10的-1次方 也就是10的-1次方的刻度 底下都是精確的 如果這邊要達到一模一樣的 10的-1次方的精確度 這是比較難的 因為你的位置要更多 所以如果它的scale up 的differential值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要變大 因為它比較難 那變大多少 變大你放大的倍率 因為我們看一下 如果A12放大兩倍 這裡放大兩倍 要達到一樣的quantization 完後的精確度 你基本上要多一個bit 你基本上就要切兩塊 0到0.8 0.8到1.6 你會多一個bit 所以數學上它完全正確 所以我們說這個解釋 好像非常的精確 我如果A是2的話 我把範圍拉大 那這時候我的differential entropy 就是A乘以X的話 會變成原來的加一個bit 非常對 你放大四倍 你要達到一樣的精確度 你要多什麼 要多兩個bit 所以數學上非常對 非常對這個量 所以這個就說 scaling會改變differential entropy 那你現在應該可以很直觀的 一句話就解釋 因為它是quantization完之後 的精確度的調整量 一個觀念 如果你不把這觀念想清楚 你只要看那個性質數學 因為有的書上會有更多的性質 那有的性質基本上當然 數學上很有趣啦 只是當然你要想像就是說 它會不會對你的應用產生一些impact 這是我們要講的 下一個就是 如果是高維的呢 我們這次講一維對不對 one dimension 如果是二維的話 我們做二維就比較麻煩了 如果是二維 我們有時候二維的放大 它不會等倍率的放大 有時候是我X軸呢 可能放大兩倍 Y軸放大三倍 就把它變形 我們有可能是這樣放大的 就放大三倍 就放大兩倍 所以它的形狀會被改變 所以二維以上的變形 或高維度的變形呢 事實上是determinant 你基本上 你的Y如果等於A乘X 我們把它寫更清楚 我們用字母的下面加一個bar 代表是向量 所以這是高維 比較好寫 那如果說你做線性放大 但是倍率可以不一樣 這是一個組合加一個旋轉 因為我們知道A是可以是一個旋轉矩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它就是 恍得極的難易程度 會變成多增加了一個 A的determinant去log2 就變成第九個property 是它一個特例 如果是更廣義的呢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non-linear mapping 你就不能是Y等於A乘X 你就不能用矩陣了 剛剛那個叫線性放大 等比例放大 那如果我這個放大的倍率是變形的 比較小的部分呢 我放的比較大 比較大的部分放比較小 我們知道語音 常常是說非線性的放大 因為我們對聲音小的部分 對聲音小的部分通常會放的比較大 聲音大的部分我們會不見得會放那麼大 這是聲音跟影像都是一樣 因為我們人的眼睛也是一樣 不是線性的感官 所以如果是non-linear mapping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每一圍 可能會有自己的放大函數 叫G1 G2 G3到Gn 每一圍自己獨立做變化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Differentiated Entropy 這事實上就直接用公式證了 其實這證明很簡單 我們只是講結果 因為Differentiated 記得它是定義出來的 我們稍微寫一下 各位就應該 對證明要怎麼證 應該就有感覺 有感覺就好了 有時候有些細節 我們就說看了我懂 這樣就好了 重要的不在這裡 因為我們是工程操作 HY的Differentiated Entropy 事實上就是 Fy log2 Fy bar分之1 這就是定義 那這時候你要換回原來的 就把Y換回X 那各位在大一的微積分 就有學 我們的積分要轉換了 從Fy換成Fx的時候 你就是把Y轉成X 相對應的Distribution 但是加上一個Jacobian 還記得嗎 就是積分 如果譬如說我們最常學的 是從XY坐標轉換成極坐標 就是長度跟遠點的距離跟角度的積分的時候 就是加上Jacobian 所以基本上直接用這樣就可以證明出來的 就是說它會做一個調整量 這調整量事實上是 你把每一個變形的Jacobian 去Determinant Determinant之後再去Log2 然後做積分 X的積分 你就獲得了到底變異多少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將來我們在實作操作的時候 我們將來會去調整這件事情 我們有可能會平移 我們有可能會旋轉 我們有可能會放大 有可能會縮小 那在Continuous Channel底下 我們就可以做轉換 我們知道什麼操作 會做什麼改變 這是我們需要能夠理解的部分 下一節的課回來 會開始證明高維度的高斯的Differential Entropy 因為高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雜訊 它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應用上 在有線傳輸上 我們量到的幾乎都是高斯 在遠距離傳輸 譬如說微波傳輸上 我們量到的背景雜訊也是相加的高斯 它重要性是在這裡 因為我們真的會碰到 花了比較久的時間 一直在解釋 Differential Entropy的一個概念上的量 其實這個事實上 我覺得事實上 比我們等一下要證明的數學要重要 所以我在教這門課 一直在強調觀念上的引導性 我記得有一陣子我在做一些 像Fargy Logic的研究 那是很早很早期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要讓這支筆 在這個桌上能夠平衡 那有一種做法就很簡單 反正它要往左倒就往右拉 那往右倒就往左拉 那就各拉一點各拉一點 一直拉拉它就會平衡了 但是如果你調得夠快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了解任何原理 我硬幹 硬幹就可以做了 可是事實上這個會花很大的力氣 如果你能夠理解說 要讓一支筆平衡 其實背後有一些道理 那你能夠譬如說 我們知道有槓桿原理 那這個有力矩等等 這些定律能夠理解的時候 那其實會省缺很多的力氣 不然你會有很大的力氣 來做一個搞不好 事實上可以用比較簡易的方法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就是我們背後道理的說明 這為什麼Shannon這個研究 事實上會被大家這麼重視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 這件事情事實上是影響傳輸 而雜訊是後面這個相減掉的量 當你理解之後 其實你就很清楚了 你就是要增加Y的變異性 Quantation完之後的一個差距 我們知道很多研究其實是 沒有辦法解釋的 它是有硬幹的結果 硬幹的結果其實你會發現 搞不好最後經過幾十年就會發現 之前其實花太多的力氣 來做一件其實很容易完成的事情 因為你不理解 所以現在的Big Data的分析 很多都是結果論 因為它真的也沒辦法解釋 所以現在的人工智慧 其實還停留在我們用常識的道理 就需要有一個人 可能是各位同學 當你理解了這樣的一個思維的時候 這是用邏輯設計 你開始去想 為什麼這時候要用這個結構 為什麼那個就用結構 我們現在看了很多論文 其實都沒有解釋 譬如說我試了七八種 人家已經有了結構 然後去做Training 出來Algorithm就是對的 反正結果論 可是為什麼是這樣子 其實都不是很清楚 那這時候就需要有人去慢慢的思考 真的去想這件事情 總是會慢慢的累積經驗就會出來 但是一定要朝這個方向去思維 那為什麼消息論在國外 通訊為主的研究所 被視為很重要的基礎課程 幾乎都是一定要修 那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訓練 才會有幫助你朝這個方向去思考 而不是從工程的角度去硬作 這個時候就純數學了 這是一個純數學的概念 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 高維的高斯 其實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它跟Determinant有關 就是我的X本身的 Covariance Matrix 基本上當然會跟 Translation無關 所以跟Min無關 所以只跟Covariance Matrix的 Determinant有關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從這邊你可以聯想到什麼 因為Determinant其實就是 eigenvalue的成績 對不對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矩陣 可以經過 eigen decomposition 變成Determinant是1的 eigenvector所形成的矩陣 然後diagonalize 乘上 eigenvalue 乘上 eigenvalue 形成的矩陣的transpose 那Determinant就可以完全 用 eigenvalue來決定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 eigenvalue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以前我在大二的時候學 eigenvalue eigenvector 我們老師就考得很難很難 我一直不曉得在幹嘛 為什麼要學這個東西 找不到思維 後來發現它的確重要 所以通訊上其實很多時候 是去抓一個隨機變數 高維的 eigenvalue 通常會抓大的 因為它會影響到 你的Differential Entropy的 主要的量 你看到就是它事實上是 Kx的Determinant 前面會有個常數 是2π1的括號的N字方 跟維度有關 取log2 取1 2分之1 那我們大概要稍微證明一下 基本上我們知道 Differential Entropy跟 Translation無關 直接假設它的期望就是0 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做的就是 I 跟Decomposition 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把它對角化 任何一個矩陣 它事實上只要Positive Definite 或是Negative Semidefinite 一定存在一個矩陣 它符合一個Orthogonal的性質 就是A的Transpose等於A的-1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對角化 所以你看到這個值 I 跟Value I 跟Value非常重要 我記得有個學生的博士論文 就是做 當我在做天線傳輸的時候 天線很多根 譬如說64根 所以你會有64x64的一個 傳輸的矩陣的Channel Gain 那這時候你沒有辦法 做這麼大型的系統的時候 你就是把它做什麼 I 跟Decomposition 變對角化 然後這時候取大的 然後小的都不要 那基本上你的性質就會很好 那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方向 因為它完全影響到你的Mutal Information 我們就可以把A乘上這個A矩陣之後 我們就發現高是有個性質 它就會變Uncoated Uncoated之後就會變成Independent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來算對角化之後 就是Y事實上是Independent 所以基本上就是 每一個Y的Joint Differential Entropy 會等於個別的Differential Entropy 和因為它是Independent 我們有Independent Bound 那每一個的Differential Entropy 我們都知道了 它就是每一個Y的Variance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它Sum起來 然後所以前面會有一個2π1會被SumN次 後面因為是Log 所以這邊相乘 相乘 相乘事實上就是Ky的Determinant 而我們知道KyDeterminant就是KxDeterminant 因為我們知道KyDeterminant是等於A KxA Transposed 然後我們知道Determinant可以把它變成相乘 所以我們知道線性代數很重要 大一就要學 然後這時候呢 因為這兩個Determinant一樣 我們知道Transposed 自己跟自己的Transposed Determinant都一樣 所以就會獲得平方 那因為這個是1 每一個都是Normalized Normalized是Orthogonal 所以這個是1拿掉 所以這兩個Determinant一樣 所以我們就做完了 這是數學 這是純數學結果 比較沒有操作的概念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發現 為什麼Ax跟YDeterminant一樣 如果我們用這個公式 我們發現我們說Determinant的調整量 它就是調整你KyDeterminant完之後的 調整量的差距 那如果這個Determinant這個A是1的時候 事實上就不用調整了 所以也完全符合我們之前的性質 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始證明最重要的性質 所有的Continuous Source裡面能量相同的 也就是Variance一樣的前提之下 它高斯會有最大的Differential Entropy 也就是會有最小的Channel Capacity 也就是最難對付 你最難傳的成功 那很倒楣的 我們真的碰到的大小就是高斯 就是最大的那一個 那這個事實上 彼此之間有一些巧合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Proof 在證明的時候我們需要一個 現行代數的不等式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一個矩陣的Determinant 譬如說A11 A12 A22 A33 那這邊有很多的量 它的Determinant一定小於A11 A22 A33 這叫Hadema Inequality 對角化 所以說我要算一個矩陣的Determinant 一定小於等於它的對角的Element的相乘 這個是Hadema Inequality 那什麼時候等號成立 如果我這個K這個矩陣 剛好只有對角 剛好是Diagonal 這個是一個Theorem 通常寫Theorem會比較 就是說 所有的X它的Different Entropy 如果說它的Covariance Matrix 一樣的話一定小於等於這個量 這個就是高斯 就是高斯 那我們怎麼證明 各位記得我整理過 就是說我們在證明在消息論的 不等式的時候 通常就是相減 然後大於等於 那相減的時候 裡面一定會衍生產生什麼 Log Sum Inequality 或是Fundamental Inequality 你要把Log拿掉 還記得我講了這句話嗎 有些書上會用不同的證明 可是我們都用一樣的概念 因為我們發現在消息論裡面 我們所有的量都跟Log有關 當你要證明不等式的時候 都要把Log拿掉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很重要的 技巧性的觀察 那我們就來看看怎麼證明 可是這會用到另外一個性質 會用到我們之前證明的那個性質 所以高斯的形式會有個負的x-mu平方 那是高斯的形式 當你在計算它的different entropy的時候 它只跟什麼 只跟x-mu平方 因為你把它取Log消掉 導數變負號變正號 這是常數 你只跟這一個PDF的 二次的central moment有關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知道divergence是大於等於連 對不對 我們就要證明這件事情 就相減 什麼是divergence x乘上Logfx除以高斯 照算 所以這個證明不會很難 當你把第一部寫出來的時候 剩下就簡單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發現 第一項是fxLogfx 那就是它的different entropy 然後當然插一個負號 第二項高斯有個特別的形式 高斯為什麼這麼豐富 因為它有個特別的形式 所以所有的有這種特別形式的 都不好壓縮 只要有個exponential指數的 都不好壓縮 光學的體系很怕的是 Laproxian的雜訊 在Air的傳輸的時候很怕的是 高斯雜訊 因為它都有類似的形式 這個東西一取Log 前面那項是常數項 後面的話就會有二次的central moment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發現 這個一計算fx你事實上可以換成fy 任何distribution 這邊的distribution可以換成fy 這沒有問題 因為y跟x有相同的variance 所以答案會一樣 所以事實上後面就是y的常數 乘上它的second moment 事實上結果就一樣 所以hx就小於這個數量 那什麼時候等號成立 基本上就是x是高斯 所以我們就用到這個性質 所以它真正的數學來源是因為 這個高斯有個形式 它就是exponential 一個我們看到的重要量 就是能量 那是n等於一維的 那高維的話 基本上也是要用whitening 我們把x換成z 那a的話當然是一個whitening的矩陣 就把它變成白色的高斯 也就是它每一個是independent 這個存在的 那這時候我們知道x事實上是z 減掉一個調整量 那因為determinant是0 所以是一樣的 所以z的話是independent高斯 所以事實上是等號 independent bound 但是現在我們為什麼要小於等於 因為我們再記得 x不見得是高斯 not necessary 我們現在是要證明 任何的continuous source x 它如果要算它differential entropy的時候 它一定比高斯差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算出來 所以它是小於等於 hi呢 hgi我們一維的已經證明完了 任何的zi一定小於等於什麼 小於等於高斯的樣子 這時候你又把它variance算出來 因為這個事實上是等號 因為是summation去log會變相乘 相乘就是kz的determinant kz的determinant就是kx的determinant 所以我們剛剛都用過了 所以hx基本上會小於等於 它自己的determinant 那就做完了 就從一維延伸到高維 那這個是數學當然我們說 數學證明完了 數學都對了也沒什麼 可是重要的是你要去想 我們不想做這個證明 數學定理要有用 基本上你跟應用牽纏關係的話 一定是我要證明這件事情 要說明一個實際上什麼現象 也就是說明一個現象就是 高斯是最難對付的雜訊 因為它有最大的differential entropy 所以我們做一些observation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這個證明 讓你來想一些問題 如果今天我不是高斯 假定我現在假定是y等x加n n是uniform distribution 在負1到1中間 我現在我知道我的雜訊是uniform 在正負1之間 那它就不可能是高斯 對不對 那我現在在所有的distribution當中 它的support是在負1到1當中 最難對付的雜訊是什麼 我們現在就變成都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這時候ixy 就等於hy-hn 那後面這個hn是不能改變的 是我們量出來的 所以我們最怕什麼 最怕這個量大 那最大的什麼是uniform 那為什麼也很合理 如果是uniform最難做quantation 最難quantation最精確 因為每個量都有機會 每個量的機會都一樣大 你對它最無知 所以對於uniform雜訊是最難對付的 這完全符合我們的預期 因為如果這個雜訊呢 它有可能對正負1接近的值是機率比較高 0的機率比較小 反而比較好對付 因為我們對它有預期 這時候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可以證明說 uniform distribution 如果我限制我的雜訊是在A到B之間 我們最怕最不好對付的雜訊是uniform 那這個高斯為什麼排除 因為高斯的support是負線大到正無限大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現在開放我的support是0到無限大 就是說我的雜訊就是一定橫正 那什麼時候會有雜訊一定橫正呢 光學傳輸 光學傳輸的雜訊不可能有負的 老實講 所以就不是高斯 那時候我們量出來的真的也不是高斯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一樣最怕的是什麼 因為這時候有無限大出來 所以不會是uniform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 它要有這種形式 就是有個exponential指數的樣子 其實是最難對付的 那我們這時候我們看我們的限制 所有的期望值 因為我們知道光學上的能量 光學能量指的是first moment 它看的是first moment 這個我之前也看了一些paper 不是很了解 後來就問一些光學研究的學者 他們說他們看的是first moment 不是second moment 能量上 所以基本上你最怕的雜訊是什麼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就這個樣子 那原因是因為 基本上你一取log 去取期望值 基本上它影響differential entropy 是在於first moment 所以first moment越大越不好 所以但是我現在固定的話 它的分配是exponential 很巧的是譬如說我們在橫正 但是從零到無限大都有可能的情況之下 大部分觀察到的在大數法則的行為底下 因為高次是大數法則的延伸 也是exponential 譬如說有個銀行 我們要有很多顧客來 那這時候我們量到了大部分 如果每個顧客來的時間是獨立的 我們彼此顧客之間不會有任何的coordinate 的時候 你觀察到一段時間來的個數期望值 那個表現其實是prozone 那prozone是每一個到每個之間來的 其實是exponential 那相加的那個量 那如果說是正負無限大 正無限大到無限大 可是我們現在我們看的不是能量相同的雜訊 first absolute moment相同的雜訊 那這時候我們最怕什麼 在所有的first moment first absolute moment 一樣的所有的雜訊裡加 我們最怕的是laplacian 所以我們後來 你如果看光奇的論文 你會發現他們都在討論laplacian 因為那個是剛好是他們最怕的雜訊 那剛好我們量到的也都是這個雜訊 所以這個好像也都是一個巧合 就是他把你最怕的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當然這個都是因為大數法則的行為 它都是大數法則 在那個情況下收斂的一個distribution 如果你去查這個大數法則去延伸 你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好 那所以這邊 其實你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算differential entropy的時候 一取log跟exponential消掉 然後一取期望值就會發現它跟 它的differential entropy值跟first absolute moment有關 跟其他的量都無關 跟distribution樣子無關 所以我們最怕的是這個形式 所以這個舉一反三的證明都可以做 所以很多書上會有各種不同的變形 其實你如果看懂了 其實都很簡單 所以題目不需要做得多 你在這個領域重點是你要看懂 要看懂 因為譬如說你要準備考試 有一種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硬幹的方式 我要把這個比平衡 我們現在不懂嗎 我原理不懂就硬幹嘛 往左偏就往右拉 往右偏往左拉 那我調的速度如果夠快 我就可以讓它指定你也站在那裡 好 要考試很簡單嘛 你就是考這一群題目是不是 我把每一題都背下來 我答案都背下來 最簡單嘛 好 那考十題很簡單你就背 考一百題你很厲害一背 如果考一千題呢 一千題裡面選十題 你能背嗎 當然不能背對不對 我猜就滿難的 所以那怎麼樣你要歸納 要理解背後的道理 不然我這邊我還可以再加 我這邊除了三題之外 我還可以再加 它有很多變形 但是你懂了 你就不需要去背這個原理 你要去理解 它的一個道理